您好 孟老师是吧 我是郑如新 主要我负责跟您对接 我看一下你们之前活动的 谢谢 好 这也是在这个展厅做过的 它是这种辩论的形式 然后当时配了冷餐 观众是坐在哪里 观众也是散着的 我觉得这边做一个布景 然后可能这边可以 弄个千道台什么的 可以 这个没问题 孟新好主动 他随时掌控主动权 你看孟新他已经开始 全场主动权 他当老大了感觉 作为组长的宇童没了 都看不着了 两个人都在他身后 那我接下来就需要跟你碰具体了 比如说这整个会场的调子 我觉得这个粉就很好 蛮高级 不然就这个粉 它这个秋实体 这个颜色可以 这个颜色可以 你看一看 你觉得这个颜色和品质生活合适吗 我问别人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选定了以后 我们所有的海报一些东西都要跟着这个 都是这个风格 这会不会有点就是太少女了 虽然我觉得真好看的 少女吗 我觉得真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很 很高级 蛮成熟的 我很好 我觉得很好看 但我怕就是什么张某 素毛他不会认为 就是 有点老气 有一点点老气 我觉得 我怕他们会觉得 你会觉得老气吗 真的是很老气 我吓着我的小梦 我觉得不用考虑到这个设计 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设计东西所有人都喜欢 不是说他所有人都喜欢 他只要跟我们的主题合就好了 我的天啊 天哪 已经有点 就是从我个人角度出发 我就很喜欢这些 也很想用它 只是说 我怕合合我们的主题有一点便利 如果你告诉我 你觉得他跟我们的主题合吗 就是他我觉得是可能 我们这年纪的品质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再往上呢 我看到他 我会想到精致生活 但是我觉得精致生活 某一种程度就是品质生活 其实我觉得我们分了工 然后场地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 那我不是应该要 我就是做好我负责的部分 但是他第一场的时候 他就跟老员工也在 会议现场有点比赛的感觉 如新有一点攻击力 嗯 是 当时我们都吓到了 他真的 就别人跟他说 可能不太好 你喜欢如新这样的职场新人的性格 我是羡慕他这样 就是 但我做不到 设计这个东西 你觉得跟主题合 你觉得好看就好了 就没有必要 因为这件事情 纠结那么久